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986年到1991年 这段少为人知的地下情持续了五年 如今在宠闻曝光后的30年后 扎姆斯·休伊特怎么样了? 休伊特1958年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 他的父亲是英国海军军官 20岁时在三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完成训练后 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 加入了骑兵团 成为一个名为生命卫士团的一部分 为英国军主服务 海湾战争期间 作为沙漠风道行动的一部分 他指挥了一个坦克分队 最终让休伊特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刻 发生在1986年 当时这位警官 在达安娜的侍女举班的派对上 遇到了达安娜王妃 她是一名骑马教练 当达安娜讲述自己害怕马时 她主动地提出要帮助她克服恐惧 已经62岁的詹姆斯·休伊特 每年都会在电视上播放一部 有完查尔斯和达安娜的生活的纪录片 这部由两部分组成的纪录片 《达安娜访谈录》 王妃的复仇 将焦点放在了休伊特与外世王妃的婚外情上 同时在2020年11月15日 《皇冠》系列的第四季在Netflix上发布 这一季将回顾查尔斯与达安娜之间的关系 以及同汉故事之后 婚姻中的不幸岁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詹姆斯·休伊特进入了达安娜的生活 1986年 她与查尔斯的王子结婚后 成为威尔什前王 达安娜和詹姆斯·休伊特 在一个共同的朋友聚会上 互相介绍认识 两人很快就非常合得来了 在她的丈夫查尔斯王子 正和卡米拉有染时 她在身边发现了一个知己 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 女王伊丽莎白的儿媳妇 为了皇室形象 她不得不在公共场合 保持她表面上的微笑 达安娜曾经经历了 一段厌史症和暴史症的折磨 在那段无助的时日里 她被詹姆斯·休伊特所诱惑 休伊特会珍视她 并恢复她的自信心 特别是帮助她摆脱对马的恐惧 骑兵军官詹姆斯·休伊特 于1986年成为达安娜王妃的骑马教练 休伊特为达安娜提供了 有趣和富有同情心的陪伴 因为丈夫查尔斯的忽视和出轨 达安娜需要有个人 可以靠在肩膀上 正是在德文逊的一间小屋里 这对恋人相遇 并经历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恋情 那是休伊特的母亲雪莉的家 或是地板吱吱作响的声音 比任何声音都要响亮 达安娜王妃在1989年国际马球锦标赛上 向扎姆斯·休伊特少校颁发奖杯 休伊特把浪漫描绘得很细致 她在2017年的电视节目上说 我负责做饭 达安娜负责洗碗 我们一起吃晚餐 放松和大笑 他们的地下恋情故事持续了五年 从1986年到1991年 1991年作为英国陆军少校詹姆斯·休伊特 在海湾战争期间被驻往伊拉克 达安娜感到被出卖了 休伊特选择了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她 一开始她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 甚至威胁要和她的指挥官通话 当休伊特拒绝放弃自己的事业时 达安娜开始冷静下来 1992年查尔斯和达安娜宣布分居 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不再回忆已经返回英国的 詹姆斯·休伊特的电话 詹姆斯·休伊特为此感到羞耻 无论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是出于复仇还是贪婪 退役后 詹姆斯·休伊特在恋爱中的公主一书中 讲述了她与达安娜的爱情故事 这本书是安娜·帕安斯·泰纳克 1994年撰写的 这一消息引发了一场丑闻 这本书很快成为畅销书 而这本书让休伊特赚了30万英镑 而另一边 达安娜在一次令人震惊的采访中吐露心声 1995年离她和查尔斯王子离婚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她在马丁·巴西尔的节目中 回答了她的问题 这个节目有2300万观众 从这段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电视节目的访谈中 我们将记住达安娜在谈到她丈夫 与卡米拉不忠实所说的那句名言 这段婚姻里啊 有我们三个人有点太拥挤了 这是达安娜第一次如此公开的讨论 与查尔斯王子的分离问题 也是她第一次谈起自己的烦恼 查尔夫的婚外情 以及她自己与英俊的扎姆斯·休伊特少校的恋情 是的 我很崇拜她 是的 我爱上了她 但她让我感到失望 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这段地下情 因为在《恋爱中的公主》一书中出版之后 这一件事情已经公开 与达安娜的婚外情结束后 扎姆斯·休伊特经历了黑暗的时刻 她感觉自己世界坍塌了 《恋爱中的公主》的出版 把自己与达安娜的恋情公布于世 非但没有让她放下 反而让她陷入黑暗 她计划自杀 她准备去法国旅行 然后在旅途中开枪自杀 她回忆说 我上了车装了些东西 准备上渡轮去法国 然后开枪自杀 那一年她36岁 只子莫若母 她的妈妈察觉到些什么 坚持要和她一起去 如果她没有和我一起 我会开枪自杀 所以我真的欠她一条命 休伊特说 正是因为有了我老母亲 她才会安顿下来 成为一个老男孩 由于再也找不到真爱 也很难自己生活 她转而图谋出卖 她与达安娜的过往来获利 2003年 她试图以1000万英镑的价格 卖出达安娜写的64封信 未果 然后好像被诅咒了似的 厄运始终伴随着她 2004年 她因醉酒和持有可凯因被捕 失去了携带武器的执照 2009年 休伊特和西班牙 马尔贝拉时尚的黄金地段 投资了一家酒吧 但再好的地段 也没有为她带来好运和财富 因为经营不善 2013年关闭了 在大纳利事后的20多年中 直至现在 休伊特仍然和她母亲 住在英国德文郡的一套公寓里 2017年 她心脏病发作 险些挂掉 当时只有59岁 医生告诉她 她心脏康复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她原本就有病史 后来病情加重了 最近 戴安娜王妃的前情人 詹姆斯·休伊特 在街上被拍到 那段尘封已久的地下恋情 再次浮出水面 从那时起 这个已经失去了满脸雀斑 还和母亲住在一起的老男人 一直非常谨慎 她的母亲可能还活着 但邻居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了 没有孩子 没有真正的工作 詹姆斯·休伊特 偶尔出现在 埃克塞特的街道上 她最近 在把衣服送到干洗店时 被狗仔队拍到 媒体再次对她感兴趣 但人们不会忘记 这是当年 詹姆斯·休伊特 曝光了自己和戴安娜的恋情 才颇使戴安娜同意接受了采访 红尘往事的揭晓 并没有让我们轻松下来 反而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谁是无辜的 谁又是受害者 在英国王室包办婚姻的枷锁下 无论是查尔斯·戴安娜 还是介入者卡米拉·休伊特 都不能单纯地用善与恶来形容 爱情本应是世间 朝气和生命力的至上情感 可一旦被功力盲缠 被俗世绑架 萧燕的爱情之花 就沦为了塑料花 即使看似不会枯萎和凋谢 但失去了真实的花朵 又怎能成为天地间最美的风景 好颜不命的戴安娜 在她心中 爱这花开放的时候 生命便能欣欣向荣 爱是生命的火焰 没有了她 一切也都变成了黑暗 如同她坠入的永夜于黑暗